8月25日 一家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撤离的私人包机空了近300个座位起飞 CNN记者称 飞机上有345个座位 但最终只坐了50名乘客 许多乘客被美军和塔利班阻止登机 即使他们能证明自己预定了航班位 甚至有一名乘客不得不通过钻下水道进入机场 塔利班为阻止阿富汗公民抵达机场 出动武装力量 封锁了通往喀布尔机场的道路 并向空中鸣枪驱散人群 让有才华有能力的人留下重建家园 一名曾为西方工作并试图前往机场的阿富汗人称 把守检查站的塔利班武装人员告诉他 他们奉命只允许外国使馆安排的策略通过 个人即使手持有效旅行证件也不能通过 美国媒体称 鉴于塔利班不赞成阿富汗人离开 撤离行动的窗口可能很快就会关闭 两名美国国防官员透露 第一批美军已开始撤离该国 目前尚不清楚在美军撤离后 喀布尔机场会否以及如何运作 塔利班已加快重建家园的步伐 据英国媒体25日报道 塔利班正在接触技术官僚和阿富汗民流 他们知道他们的政府将需要这些被塔利班人物 连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 塔利班一生命 曾被美军关在关塔纳摩的扎克尔为代理国防部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个月